我觉得要先了解什么是Table 那既然要了解什么是Table 所以我们当时就打开Chrome浏览器 看它怎么解释 就是在Google搜索引擎 我就直接输入Table Table 好那Table是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Table Table这套软体 然后它的图示 它的图示 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加 然后有两种不同的颜色 而且蓝色还有分有浅到深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Logo呢 其实它就是在讲说 它就是一个视觉化的软体 然后呢 这个视觉化的软体 如果你去看它的图片 就是Table的图片 它就是在画这些图 它就是在画这些图 那这些图其实简单的说 看起来很像Esser一张一张的图 但它其实内容通通都不是Esser的一张一张的图 所以接下来 那我还是要介绍一下Table目前的版本 我现在呢 我们就先来去看一下Table Table这套软体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Table 变它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它的产品 它的产品呢 其实有很多Table 是在做什么事 请问当我们今天拿到数据之后 数据第一件事要去做数据清理 Data Cleaning Up 举例来说民国Table是不认识这个日期格式 你都必须一定要把它转换成7元日期格式 这就是最标准的数据清理 好 所以Table Play就是在做数据清理 再过来各位Table Daystaff 它有14天的限制 再来就是 这是单机版 单机版因为它要收费 那这边是不是有看到Table Silver与Table Online 简单的说它就是Serve版 好 那再接下来还有Mobile版 Mobile版是免费的 但是它不能编辑 还有Table Public 你看到产品这边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Table Public 有看到 好 点它 我们今天要使用就是这套软体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Table Public下载 然后在这个地方立即下载 这边有看到吗 下载应用程式 然后下载应用程式 它会要求你 要求你 就是说下载这个应用程式 要区分 看你是要下载那个Windows还是Mac 然后 接下来就要要求你注册 接下来 我们就打开 打开我们的Table Public 我装的就是2022.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 就是我们要开启我们桌面上的Table Public 2022.1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请快速点两下Table Public 好 然后当你今天你打开Table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像三折式的画面 最重要的一个叫做连线 连线 然后连线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取得原始资料的方式 可以取得档案 可以取得来自制服器 或者是资料库 开启 因为你现在一个档案都没有做 所以你没办法用开启就档的观念来去做 还有他这边有提供探索 如果你完全都不会希望从零基础开始学习 除了听我的课程 你还可以透过这个探索来一步一脚印开始 因为在你们桌面上不是有一个资料夹 里面我放了登革热的历年从1996年到2021年的登革热确诊资料 所以我现在就先教你 如果你的原始资料是来自于这个档案 好 那这个档案呢 它是文字档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要开始把这个登革热资料叫进来了 所以就请你点选文字档 点选文字档 然后接下来就麻烦请你去找到在我们的桌面上 你的桌面上是不是有一个资料夹 叫做20220502资料夹 然后麻烦请找里面有一个叫做登革daily.csv 开启 这个资料我只是做了数据清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我就把刚刚的画面跟现在画面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刚刚那是类似像开启connection 英文叫做connection 就是数据来源的连接 现在这边就是类似像我们打开一个用esail打开开启就打看到的资料表画面 好首先我们这边看到我们开启了一个根格daily的文字档 好那在这个地方你要先知道就是这个连线连线有编辑连接的这件事 麻烦请点这个登格daily然后点这个网站的相较行有一个编辑连接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他会自动把里面这一个chb档案就直接放在这里面 这是我们建立关联的地方 再来我们针对这一个登格daily的资料 这个版本他很贴心的把栏位名称秀在这边 那你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资料 简单的说他就是有什么栏位举例 这实在就不太好举了 例如说第一栏是发病日 他的类型是日取 然后他实际的资料表示来自这个地方 他的内容是什么 那这个内容我们有一个专有的名称 就叫做一马步 好那接上来右边就是各个栏位的资料内容 举例来说第一个栏位是不是发病日取 发病日这边是不是有很多日取 从1998年开始 1998 对不起 那不是1996 1998年开始 那当然他这边只有放100笔 好 然后他这边他会有讲说 26个栏位总共79,959个资料行 好那你有没有发现 对不对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你一定要理解的是 请问发病日他是不是日取 他日取长成这个样子 请问个案研判日他这个也是日取 对不对 个案研判日他这个也是日取 可是因为他里面什么都没有放 所以他就变成了不是日取类型 而变成ABC 所以请问你觉得 从这个名称上面 从这个名称上面 你是不是应该要知道 这里面如果有资料 他就应该放的是日期资料 来请把这个ABC改成日期 再接下来通报日期没问题 好继续往右 请问你年龄别 看年龄城看得出来它是文字吗 可以 好以此类推 我们就继续往右看 请问这些是不是都是文字 请问从这样子的资料里面 我们这个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居住村里是NUM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它是NUM 然后请你看最右边 有没有看到最小统计区中心点 X跟Y 这个就是什么 精度跟纬度 那个这个精度纬度 它有专属的这个地理角色 好我们这样就直接改掉好了 这个最小统计区中心点X 麻烦请点这个 点这个G 请改成地理角色的精度 不要点错了 是精度 然后这一个 这个最小统计区中心点Y 它这边是不是 G G就是数值 请改成纬度 请改成地理角色里面的纬度 好那我想请问你一下 请问精度跟纬度是不是数值 精度跟纬度不是数值 在资料的类型里面 它是文字 它不适合做计算 但它的外表 长得就是数值 来继续看 这都是文字 没问题吧 这都是文字 继续水平选择往右 这边 请问内政部居住县市代码 既然看到代码 请问它是不是就是文字 所以请把它改成文字 文字 那在这边 好来请点字串 还有内政部居住乡镇代码 请改成文字 因为它是文字之后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它全部都靠走对齐了 再过来就是内政部什么 可是以上都是电脑判断 一定要经由人工再重新检视 它判断的到底对或不对 可以吗 好 这边只是做一个很简短的数据清理 那其中请你看 唯一 你从头到底去看 唯一只有确定病例数 这边 一 它是数值 而且数值 它有分实境字的数值 它有分整数的数值 所以请一定要是数字 而且是整数 以上我们所做的事情 只是数据清理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可是它却是最重要的是 是 好 将正时期介绍到这边